我有听过圆成功啊 到底什么是圆成功啊 圆成功啊 其实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它是我们灵魂所居住的地方 那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们有肉体 所以我们活在洋宅里面 那我们的灵魂呢 它就会有一个自然有在心里的 那个居住的场所啦 那它那个圆成功其实就很像 洋宅一样 它也是有大厅 也是有厨房 也是有书房 然后也有主卧房 然后甚至还有花园 那每一个景点 其实它都代表不同的看意 那我们的内化的现象 就是我们的内在 当你在金钱上 可能有点困扰的时候啊 那在你的闲化出来 你的生活上也会有 比如说漏财啊这方面 所以我们是透过调整里面 你的一些意向 你的一些内在所闲化出来的东西 然后去让你的未来会更好 圆成功 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空间是不是 对它是一个能量空间 一个能量空间啊 对 很小好像是一个房子的感觉 没错 那我们通常会讲说它在四维度 四维度 我们现在人在3D世界嘛 那所谓的3D的世界就是长宽高 那四维的空间是长宽高加上时间 哦 那哪些状况会需要用到这个圆成功呢 比如说我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需要这个圆成功的协助 OK 我们这边其实我们已经处理过蛮多客人的 那我目前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大概七年了 那累计的个案数大概就超过5000多人 那当然我也办过就是千人的圆成功的大法会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在协助客人的时候 大部分的客人有不外乎就是 诶比如说感情 感情的状况是说 比如说大老婆或者是小老婆 其实小老婆也会来找我问这个问题 就是 大老婆他来找我说 诶我不知道我的老公到底有没有外遇 然后或者是我怀疑他外遇 或者是我已经知道他外遇了 我要怎么样去杜绝他 这边的老公到底在这边 感谢观看